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却能越看越顺眼 做人也一样 正所谓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并非刻意藏桌 只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夺人眼球 而是让人舒服 中国好声音 有一期来了一个泰国籍华裔的16岁小姑娘 叫朗嘎拉姆 他唱邓丽君的歌 唱得极好 清晚悠扬 当朗嘎拉姆在舞台上说自己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时 全场的观众都起哄 叫嚷着让杰伦上去和朗嘎拉姆合唱 于是 杰伦顺应观众 跑到舞台上和朗嘎拉姆合唱千里之外 周杰伦掀起了调 屋檐如悬崖 风铃如沧海 朗嘎拉姆接着唱第二段 故事在城外 浓雾散不开 由于女生唱男生的歌 音调高了八度 朗嘎拉姆看起来显然有点吃力 音调唱得很勉强 唱到快到高潮部分时 朗嘎拉姆唱 你听不出来 风声不存在 下一句 音调陡然增高 朗嘎拉姆眼看就要唱不上去或者破音 周杰伦极其迅速而且自然地接过来唱了下一句 是我在感慨 于是 一瞬间 所有可能现场会出现的尴尬 窘迫 喧哗和混乱都不会发生了 周杰伦用他的敏锐的注意力和坚定而宽厚的温柔 替一个才刚步入月潭的小姑娘 化解一次极有可能发生的尴尬窘迫 事后 周杰伦既被点评此事 也没有在媒体面前谈论此事 就让他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在我看来 这就是教养的力量 不动声色地替人解围 事后 也并不夸夸自谈 不把替人解围作为某种值得夸耀的东西放在嘴上 这就是教养 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教养 并不体现在贪图客气 待人礼貌上 而是通过很多的小细节反映出来 一 眼宽容景 心宽容忍 曾国藩说 多造者必无诚意之事 多畏者必无卓越之简 多欲者必无慷慨之简 心胸狭窄的人 大多没有成熟的见识 没有卓越的远见 没有慷慨的气概 他们并非情伤很低 而是没有容忍之心 没有把人放在心上 凡是喜欢斤斤计较 说话刻薄 只图自己快活 说白了 就是自私 待人舒服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得失事挂心 谨慎待人 才不会使人难堪或尴尬 这对喜欢直来直去的人来说 更是一种苛刻 一个人随性说出的话 开得玩笑 自己觉得无伤大雅 可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根刺 多少人因为较真 揪着一点小时不放 完全不顾脸面的争吵 回过头才发现完全没有必要 人与人的相处 其实没有胜负之分 高下之别 彼此防备是对彼此最大的浪费 浪费彼此的才识 彼此的情绪 彼此的人缘 其实 人的相互来往 本可以相互成就 俗话说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心有多大 待人就有多舒服 人脉就有多宽广 比起树敌 这才是重中之重 二 放低姿态 千讯待人 三国演义里说 龙能大能小 能生能瘾 所谓高人 大多是民间的俗人 不险山不露水 待人平和 偶尔自谦或自损 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不会为了拔高自己 在言语上占人便宜 更不会嘲笑别人 以示压人 以获得心理上的痛快 相反 他们深深懂得自身的优势 会让人倍感压力 心生不自在 必须小心谨慎 才不会招致反感 无论多么厉害的人 只要有吹嘘自己的毛病 都不会招人待见 因为没有人会宽容到 乐于见人夸大自己 多一些随和 多一分谦虚 并不会减少自己风采 毕竟 随和的本质 是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把能人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来 放低姿态 给人如沐春风之感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尊重 因为重视才会对你客气 让你觉得冰质如归 可惜的是 许多人以为 人的尊重等同于优越感 自视甚高 别人却并不买账 殊不知 放低姿态 藏好夸大的优越感 得到的才是真正的认同 切身的尊崇 三 让人舒服 自己舒服 孔子说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人心都是相互反弹的 别人怎么对待自己 取决于自己如何对待别人 说话尖酸的人 就不要期望别人代己宽和 处处给人难堪的人 就不要奢望别人温和代己 为人强势的人 就不要苛责别人多多逼人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待人留于地 自己才又退路 人与人参差不齐 无论是在容貌 能力 还是为人 都不甚相同 但这不是 我们使别人为难 狼狈的理由 正如有人所说 让人舒服的最高境界 是无我 无我 不是放弃或丧失自我 而是 即使我不认同你 也要给你足够的尊重 你无法喜欢世上所有人 也无法让所有人喜欢你 你所能做的 是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减轻各自的负担 舒舒服服的相处 不然 你搞砸了别人的心情 自己很可能 也不会畅快 让人舒服 自己也乐得舒服 才是真正的双赢 禅宗六祖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一个人的心是干净的 便看不见人 与人的事是非非 便不会随意与人 其争执 这是为人处师的包容心 因为没有敌对的心念 待人舒服 所以不亦滋生烦恼 所谓人者无敌 便是如此 四 真正的教养 是装不出来的 曾听过一个故事 一位男孩来自农村 历经多年努力考入普通大学 全家人因此感到开心 但在送男孩去学校的途中 一个久未见熟人 对他父亲说 这所大学不值得上 因为很多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这句话使得男孩 及其家人的喜悦 瞬间消失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 不要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定义别人的幸福 在人生的旅程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 体面的教养 就是不打扰别人的幸福 总之 发挥自己的光芒就好 不要扫灭他人的梦想 于秋雨在德国 找到一处新衣的房子 房董让他先失住几天 双方都满意后准备签约 但于秋雨不小心 打碎了一个玻璃杯 并随手装进垃圾袋里 导致房东认为他心里没有别人 决定不租了 直到房东将随玻璃单独放进一个袋子 并写上危险标识 于秋雨才明白对方生气的原因 这段故事提醒我们要换位思考 尊重他人 体谅他人 是有教养的表现 卢梭曾说过 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感恩是一种处事方式和人生态度 我们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 不忘恩情 不上人心 去发现世界的美好和温暖 在这个世界上 人没有天然的责任去帮助谁 所以我们应该对受到的恩惠心存感激 韩信的故事告诉我们 当我们在困境中需要帮助时 有人会无私地帮助我们 我们也应该尽一份力 回报他们的恩情 不管是父母的养育 朋友的相知 爱人的扶持 还是伯乐的赏识 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恩 永远珍惜 教养是关于行为的 包括在交往中 表现出适当的态度和行为 它通常表现在琐碎的小细节上 例如不炫耀 尊重其他人的喜好 尊重隐私 用谦虚的语言交际 以礼相待 与人同情并且温柔等 用温和的举止和体贴的行为 让周围人感到舒适 用恰到好处的善良 让世界更加温暖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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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